Hello 大家好 我是轻语 我们又见面了 轻是青色的轻 雨是下雨的雨 我的个人QQ号是17079225 同时我的个人微博账号是轻语 素描已经更名了 接下来我们算颜色就简单了 软签 铺盖 从明暗交接线到投影的位置 我们都可以整体的铺盖起来 铺盖 铺盖 那么这就是一个背光的区域 铺这样的颜色呢 不要一次性铺得太重 你可以来回地刷两遍都可以 也就是不要把比例起来 用力地去刻它 铺完以后稍微地区分一下 就明暗交接线和投影 好了 后面这里就简单 也同样的办法 我们来铺一遍 不要忘记这里有个小小的投影也要跟上 好了 铺完一整遍以后呢 我们再来一次啊 把投影和明暗交接线 它的这个区别要做出来 也就是哪是投影 哪里是明暗交接线 把这个区别做出来啊 区分一下 从圆图上来看 这一块颜色是特别深的 那么我可以多加成一下 你看 投影和明暗交接线 投影和背光区 这就区分开了 那么这里也是 这里斜向的一个投影呢 会比较浅一点 因为是来自于上面 然后横向这个投影呢 会比较深一点 因为来的会更加的近一些 画投影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辣椒啊 它的形状 不要画得太过于潇洒啊 然后就破坏了辣椒的形状 后面我们又重新得去修它的形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 所以索性就不要去破坏它 这里呢 也一个隔得比较近的一个投影 也会比较重 你看 这个投影近一点 它中一点 远一点 就会轻一点 很明显啊 这个投影和这个投影 就是同自一个辣椒的投影 但这个投影跟辣椒重 跟下面重 跟下面近 所以它会更重 这里 这个投影 辣椒和下面会远一点 会隔开 隔空一些 这个地方会比较浅一些 到后面呢 投影也会有个虚实关系 你看前面会实一点 离得近一点 离这个 布近一点 它会重一些 然后这里呢 它会翘起来了 所以呢 辣椒和布 会隔得开一些 所以它会显得轻一些 颜色浅一些 然后它也会虚一点 OK 这就是受备光 受备光一画 其实啊 这个画面就已经开始 有一些光感 光的存在了 因为我们画影 光影 光影嘛 一画影 它就开始有了光 这是可以逆推过去的 像我们自己一样 你看 在别的墙的光下面 影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说我把 我把这个灯关掉 你看 我在比较弱的光下面 所以呢 这个手的影 会比较弱 你看 很明显的效果 所以由此可以得来 比较强的影 同样可以反推出 比较强的光 所以以后我们画光影啊 先把光感画强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方面 也可以去做一些思考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面的结构 也标一标 这前面是一个 比较滚圆的一个球状 比较昏圆的球 然后呢 后面它是一个 弯的一个圆柱 如果以块面来看的话 是一个弯的一个锥体 一个龙形的一个 龙柱体 所以首先 我把这个 朝下的这一块反光面 给它标出来 而且在 由于是一个辣椒啊 它有很明显的块面感 所以呢 这些 反光的一个面 这些面是比较好切分的 我顺着这个 反光 也就是比较白的 偏白的一个色块啊 去找到这一块的形 你看 这一块是朝下的 这一块朝下的 然后呢 上面也是有 比较反光的一个存在 比较多的一个反光的存在 所以这一块是偏上的 朝上的一个反光 OK 中间就是它的固有色 好了 首先呢 我们来画反光啊 反光比较多 这地方给它加一下 上面也是反光比较多 OK 这里呢 可能同学们会有疑惑 咦 老师啊 不是说 中间这一个地方 是它固有色吗 不是固有色会比较重吗 那老师 你为什么先画了一个 比较浅的地方呢 那么同学们 我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由于这里呢 它毕竟是一些反光面 它是比较朝 侧的一个面 我先把它 定定一个浅的一个灰色 我们再来画里面的一个 比较偏重的一个 固有色啊 然后画固有色之前呢 我现在还是一只八壁 画固有色之前呢 我先把高光好的留一留 这个高光是比较多的 而且在转折比较明显的地方 就会有明显的高光 所以我把高光大致地留一留 然后 我可以把它固有色加进去 好 我们画线条的时候 尽可能的顺着它的结构去画 这样子会比较好的容易出现体积感 以及呢 比较好的呈现质感 你看我画的这个 我就是会顺着它的结构去画 当然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很少会有老师会在自己的画上 这么去标去图 因为也是我的心血 但是为了给同学们讲清楚这个事 我竟然也下了这个横手啊 后面的高光呢 也要给它留一留 把这个位置先圈出来 而且会比较大 但是在后期我们上颜色的时候 我会把后面的高光会做一个灰色的一个处理 不要让它变得跟以前这些高光同样的重要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灰色 重的一个灰色 由于它的纹路 褶皱是比较多的 而且都是一圈一圈的褶皱 所以你看我画的这个线条啊 这排颜色 排的线条都是顺着它褶皱就画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出这个效果啊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好反观的地方呢 我们就少去处理 因为刚刚不是留了一个灰色吗 所以现在呢 就找找它的重色就可以了 反观就不用去太多的去处理它 先给它留着吧 其实这个后面你看我画了一个小重色 这也是一个封建领 也是一个封建领 然后呢 这一块再往左边去 这里会有一块小白色 这里又是更强的一个反光 那这也是反光 比较弱的反光 这是更强的一个反光 就来自于后面的布 就特别的明显了 这一块就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米亚角色线定义为 从这里往上面走 那也可以 当然为什么这一次 清语老师这一些分析 米亚角色线 没有以前画苹果画橘子 这一些那么硬气 以前呢 我们找米亚角色线 跟同学们找的就是 它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橘子 这个苹果 这个什么 它米亚角色线就在这里 但今天呢 我说了好多 可能也许 也可以把它算在这里 诸如此类的一些不肯定的话 因为它是特殊的质感物体 它是特殊的质感物体 所以它没办法按照通常的常理去 这么去推敲 同时呢 因为我这个摆设这个角度 我是比较的 也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角度是不太好分析的 而且像横向的这一根辣椒一样 它就好说好说嘛 但种下这个辣椒 它就比较复杂 这里呢 要跟同学们这样解释一下 同时呢 我们也要多去分析这样复杂的东西 不要经常啊 就画这些简单的 一下子就能分析出来的 经常这样画 你们能力 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得到更多的提升 来一些男的角度 来一些男的观影关系 来一些比较男的黑白灰的处理 多来一些这样的练习 那么你们下一次遇到 常规的简单的 那么对于你们而说 那就不是事啊 就觉得那都不是事 好了 那么我把中间这个固有色 往旁边过度开了一下 会觉得它呢 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思路 一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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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一鼓的这么去做的 后面我就只要顺着这一鼓一鼓的 这样的一些处理啊 去给它做细节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 你看这块是朝下的 这一块是朝侧的 把这个块面给它分析出来 好 轮到这里会有一个小高光 小高光呢 这里是朝前的灰面 这里是朝后的灰面 这么分析一下 这块面就立刻马上就出来了 做块面做体积 直接扛在一起分析 你看这里是朝后的 这一会儿有个小高光 这一块是朝前的 这里呢 会比较重 这是一个小重色块的一个小灰面 有了这个小重色块呢 这个捞条会显得更加的浑厚 更加的厚重 它体积感会败足 好 但这一块地方呢 我把它云开一下 因为这里的棉案队线是不集中的 画到这里 那我就再强调一下 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它集中一下 加重 因为这个地方的棉案队线 它是集中的 所以会显得格外的明显 好了 把这里画了以后 然后这一个托 这个D 我们再加深一下 它的一个 整的一个黑白灰 一个大的感觉 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但是第一 bred 这样 cares 好 救抣 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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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